欢迎收看马里DJ基金周报 为您回顾上礼拜国际金融情势 以及各有哪些指数 挤进了强弱势排行榜的前十名当中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已经跟主要产油国俄罗斯和沙奥地 达成了共识 市场预期减产有望 激励油价狂喷超过三成 比奥普511大类股 也以能源类股的表现最强 前一周涨幅领先的公用失业类股 遭遇到庞大卖压 消费者囤积物品 罐头商 生产商 Campo Soup 还有包装食品公司 Canago Brands 连锁超市Kroger 股价狂飙 亚赔5分钟新冠病毒快筛 获得FDA紧急使用许可 雷洁纳荣制药与赛诺菲 旧旗下用于治疗武汉肺炎的潜力药物 在全球多国启动临床试验 邮轮公司江年华宣布 暂停配发股利及回购股票 股价崩跌四成 旺豪国际 永利度假村都狂泄超过两成 波音准备向员工提出资源离职 及提前退休计划来削减成本 武汉肺炎导致与跨境旅行相关的支出恶化 VISA再度下修第一季收入成长预测 B500在第一季暴跌两成 闯金融海啸以后最大单季跌幅 川普警告美国未来两周将面临最严峻的形势 初请失业旧基金人数暴增到664.8万人的历史高点 3月非农旧人数暴跌70.1万人 对疫情前景的担忧情绪也拖累欧股下沙 印度的武汉肺炎累积确诊案例突破千里之后 加速攀升引发外资大卖 印度股市跌幅全球第二 仅次于奥运延期一年举办的日本 巴西服务业采购经理人者数则下滑到历史新低 汇信品虽然调降南非债信品等到BB等级 南非股市一周仍然上涨超过4% 稍地与俄罗斯预计将削减石油产量约1000万桶 最高可达1500万桶 马上来关心上礼拜基金绩效 以及ETF的资金流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关心美国以及其他地区 本周要留意的重要经济数据有哪些 以上是这个礼拜的Mandij基金周报 感谢你的收看